但他的触角几乎统治了所有的电脑 他不懂管理学 但他在全球被公认为商界奇才 他不懂广告 但他本人和公司都拥有作剧穿透里的电击率 从当年的落魄青年 到今天的全球电子生活巨头 所有的神奇都源自他心中最初的梦想 他要从自己最不熟悉的电脑上 打造出全世界最伟大的公司 有人说他是疯子 更有人说他是骗子 因为他的梦想为你所思 于是仅靠两万元起家的他 便在互联网最寒冷的冬天 用行动书写下一句创业名言 他的一个梦想 改变了全球几千万商人的生意方式 同时改变了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 他就是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 有请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云 好的 老马 欢迎你 欢迎你 真高兴能在这里又见到你 老马 谢谢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做明星的感觉 我觉得挺紧张 好 很谦虚 如果我让你自己用一个形容词 或者用一个名词来概括你自己 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词 我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名人 其实就是一个匐匐东东的创业者 但是你觉得九年前的你 跟九年以后的你相比 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九年以前的我 我觉得我现在更加坚定了 明白自己 更加明白自己要去哪里 对自己的信心也更加足了 对未来也看得更加清楚了 好的 那么我们大家呢 一起用掌声鼓励马云 给我们做一个现场演讲 到了最后一分钟 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时间显示 大家说好不好 做一个创业者 首先要给自己一个梦想 在九五年 我偶然有一次机会到了美国 然后呢 我看见了这个 发现了互联网 所以回来以后 请了二十四个朋友 到我家里 大家住在一起 我说我准备从大学里辞职 要做一个互联网 两个小时以后 大家投票表决 二十三个人反对 一个人支持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靠谱 别去做那个 你电脑也不懂 而且根本不存在有这么个网络 但是我经过一个晚上的响 第二天早上 我决定我还是辞职 去做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发现 今天我回过来想 我看见很多游学的年轻人 是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晚上充满激情说 明天我将干这个事 第二天早上 人就走自己原来的路线 如果你不去采取行动 不给自己梦想的机会 你永远没有机会 所以呢 我稀里糊涂的走上了创业之路 我把自己称为叫做一个盲人骑在瞎的老虎上面 所以根本不明白将来会怎么样 但我坚信 我相信互联网将会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当时95年 不太有人相信互联网 也不觉得有这么个互联网会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 所以我用了比尔盖茨的名字 那时候我觉得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马云说 马云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方方面面 这样没人相信我 然后我就说 比尔盖茨说 人类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 结果很多媒体就把这个东西登了出来 但这句话是我说的 95年比尔盖茨还反对互联网 有了一个理想以后 我觉得最重要是给自己一个承诺 承诺自己要把这些事情做出来 很多创业者都想想这个条件不够 那个条件没有 这个条件也不具备 该怎么办 我觉得创业者最重要的是去创造条件 如果机会都成熟的话 一定轮不到我们 所以一般大家都觉得这是好机会 一般大家都觉得机会成熟的时候 我认为往往不是你的机会 你坚信这事情能够起来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承诺说 我准备干五年 我准备干十年 干二十年把它干出来 我相信你是会怎么做 七八年以前 阿里巴巴没有名气 我们没有品牌 没有现金 人们也不一定相信电子商务 那时候非常难招聘员工 同时非常难招进进来 我们开玩笑说 街上只要会走路的人 不是太残劫 我们都招回来了 所以但是经过了五六年 我们这些人居然都很有钱 大家都有成就感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平凡的人 我们相信我们一起在做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给自己一个梦想 给自己一个承诺 给自己一份坚持 是极其关键 另外一个呢 我想创业者一定要想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 你想干什么 不是你父母要你干什么 不是你同事要你干什么 也不是因为别人在干什么 你需要干什么 而是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想清楚想干什么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我该干什么 而不是我能干什么 创业之前 很多人呢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 我能干这个 我能干这个 所以我一定比别人干得好 我一直坚信 这世界上比你能干 比你有条件干的人很多 但比你更想干好这件事情 应该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这样你就有机会赢 所以想清楚想干什么 然后就想清楚该干什么 该干什么 要明白自己不该干什么 在创业的过程中 四五年以内 我相信任何一家创业公司 都会面临很多的抉择和机会 在每个抉择和机会过程中 你是不是还是像第一天 像自己初恋那样 记住自己的第一天的梦想 至关尽要 在原则面前 在你能不能坚持 在诱惑面前 能不能坚持原则 在压力面前 能不能坚持原则 最后想干什么 干干什么以后 再给自己说 我能干多久 我想干多久 这件事情该干多久 就干多久 所以呢 我想 九年经历告诉我 没有条件的时候 只要你有梦想 只要你有良好的团队 坚定的执行 你是能够走到大洋的内院 现在外面有很多写阿里巴巴 如何成功 如何不错的书 说实在 没有一本书 我看过 也没有本书 是我自己写 或者接受过采访 我觉得 将来我想写一本 阿里巴巴 一千零一个错误 我们犯的错误非常之多 所以呢 最后想跟所有创业者 和准备创业的共勉 还是我自己 今天每天跟自己讲那句话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但后天很美好 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努力面对今天 谢谢大家 感谢马云和我们分享他的成功 和他的整整的喜乐 我们也都知道 你非常非常地喜欢看武侠 喜欢金庸 尤其喜欢一本书叫做《笑傲江湖》 其中的男主人公叫做 风清阳 你特别喜欢风大侠 所以今天呢 我想在这里啊 我想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 让你呢 把你想象中的 马大侠的一些动作做出来 好不好 一些武侠的招式 大家知道好不好 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别人把你当英雄的时候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英雄 如果别人把你当英雄 你把自己真当英雄的时候 灾难就开始 你认为自己成功的时候 灾难开始 所以风清阳 我最欣赏他 不仅仅是他的武功 我欣赏风清阳的是 他愿意把自己的武功 传递给别人 让他的学生超过自己 让他的 让下一代的年轻人超过自己 所以我想 我要是说 下半辈子最想做的事 还是坚持自己理想 为全中国 来自全世界的中小型企业 和创业者做一些 我能做 我该做的事情 太极 杨世太极中的 百合量刺 我刚才听见 是吧 做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 反正就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最后一句话 分享 如果我能成功 80%的中国年轻人 都能成功 你们肯定能成功 你们比我十年前 强大太多了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留着寒水默默 辛苦的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梦